其實拍影片還蠻麻煩的 因為都自己一個人而已 所以什麼 買菜啊雜事啊都要自己一個人做 其實蠻累人的 嗨大家好我是東尼 今天我們要來示範的是 鱸魚青醬肉飯 嗨大家好我是東尼 那我們今天要示範的是鱸魚青醬燉飯 那今天我會示範給大家看 怎麼殺鱸魚 然後怎麼取肥力 那因為我還蠻久沒有殺魚啊 那如果是做的不好呢 再請各位多多見諒啊 如果還沒訂閱我頻道 很麻煩先幫我按訂閱喔 好那我們就 來桌菜吧 GO 好那我們現在先來處理那個魚的部分 那我們來取肥力 不過我先請那個魚飯 幫我把那個魚鈴去掉 因為在家裡去也可以啦 那因為我不在家裡去 是因為我胖的噴的到處都適合 把它拔好氣 現在我們這個啊都可以 都把它剪掉 好現在我們來處理內臟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取魚肥力吧 要切這邊先切一刀 因為這邊有肉 好這裡 也是切刀 我們從魚背這部分這邊開始切 貼平 貼平 然後啊 用高劍啊 貼著骨頭切 OK 然後就一樣齁 也是貼著骨頭跑齁 好啦 那這是我們取魚肥力 就取下來了 取下這個啊 魚骨啊 我絕對不會丟掉 這個都魚骨配魚 好湯 取下的魚肥力啊 有沒有剛剛沒有魚刺 像我這邊就還有魚刺 我們要把它切掉 我們現在就來處理青醬 那我用九層塔啊 那我們就先把那個 梗都撥掉 你知道葉子的部分就好了 我們水滾之後 就把九層塔丟下去 一打到青醬為了保存 我們一定要是泡那個 可以使用的水 九層塔部分 把水擰乾齁 好那我們現在就完成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燉飯齁 我們加入適量乾淨油 加入那個杏鮑菇 可以加入我們洋蔥碎 洋蔥碎大概一半炒一下就可以了 讓它有香氣 甜味跟香氣出來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加入我們的米齁 我是用壽司米啦 加入白酒齁 好那我們高湯呢 慢慢加 那高湯一定要加熱的喔 不然 你在酒精飯呢 如果你的高湯是冷的啊 原本你的鍋子 變得冷 是冷的 一加下去喝降溫的 那降溫它就要重新 再加熱了 這樣口感就變不好喔 還有像這樣啊 米飯啊 已經乾了啊 就是高湯被洗軟之後 我們再加高湯 好這時候我們可以加 起司粉 高漿奶油塊 然後加一點鹽巴 那這時候可以再補一點 黑胡椒喔 那這次我自己調的香料油 那有機會我可以教大家怎麼調 那過熱之後我們就可以加入油 我們就可以放入我們的魚齁 那記得皮先下齁 那我們再加入一小塊奶油喔 好 好 好 米飯 因為我們是用生米去炒的阿 所以阿 它那個米粒的口感 都還在 那我們來吃看我們的鹿 我們的鹿魚吧 哇 這皮非常地酥脆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人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並分享 也可以追蹤我的FB粉絲團喔 那如果想看我示範什麼料理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掰掰 再見 再見